第206章 死神曼多恩 阿呆全身矩阵 师生道 什么 我 我应该叫你妈妈 你是我母亲 这 这怎么可能 两行金色的泪水从嘶哑面旁上流淌而下 他有些哽咽地说道 我没有说错 你应该叫我妈妈 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孩子啊 阿呆完全懵懂了 全身微微地颤抖着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会突然变成了神王唯一的孩子 你告诉我 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嘶哑点了点头 叹息一声 道 我当然要告诉你 当初在无奈之下让你到人界转世 我封印了你的记忆 现在是该为你恢复的时候了 缓缓抬起右手 他的动作是那么的优雅 阿呆只觉得眼前身影一晃 嘶哑就已经来到了他面前 右手食指按在了他眉心的部位 时空之轮啊 我以神王的名义命令你 开启吧 一点七彩光芒从神王思雅指尖闪亮 阿呆只觉得自己脑海中如被锯锤猛烈地砸了一下似的 剧烈的疼痛顿时席卷全身 使他不自觉地痛呼出声 以前脑海中那些虚无的幻影在这一刻仿佛都清晰起来 一目接一目地从眼前闪过 意识之还无限地扩大 容纳着突如其来的记忆 随着阿呆记忆的复苏 神王淡淡地说道 孩子 为了帮助你尽快恢复记忆 妈妈就给你讲一遍吧 事情应该从神魔二界诞生之时说起 那时候 人界还没有诞生 最先出现的就是神魔二族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我和明王文森在这个世界存在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而我们的族人则一个接一个地诞生 经过漫长的岁月 终于组成了完整的神魔二界 其实 神魔二族说不上谁是正义 谁是邪恶 只是我们信仰的理念是不同的而已 神族更爱好和平 比较喜欢安逸的生活 而魔族则恰恰相反 他们不甘于寂寞 喜欢自由和侵略 因为信仰的不同 二族刚一出现之时 就注定要成为永生的敌人 刚开始的时候 神 魔二族因为诞生于同一个层面 大家的修为和能力几乎相同 经过几次激战后 谁也无法占到什么便宜 但是 魔族是一个喜欢追求的种族 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 修为很快地提升着 数千年之后 我们神族已经被甩在了后面 明王文森是一个满怀抱负的统治者 在他的带领下 魔族蒸蒸日上 已经在实力上渐渐拉开了与我们的距离 终于 在具现在数万年之前的一场大战中 我们败了 彻底地失败了 被魔族打败了 神族的领地大片大片的被魔族所占领 就在我们神族已经到了危机存亡之时 突然出现了一股开天辟地之力 那强大的力量即使是我们神魔二族也无法抵御 巨大的能量将我们两族的领地完全地展开了 分别释放到不同的时空层面 魔族被那股力量完全赶回了他们自己的领地 而我们神族也得救了 随着神王思雅的话 阿呆脑海中的记忆渐渐清晰 已经开始回想起了一些什么 思雅慈祥地看着他 柔声道 因为以前的危机 我们神族开始奋发图强 过了万年之后 渐渐地恢复过来 在一次机缘巧合的情况下 我突然发现 有着另一个层面的世界和我们神界是相连的 在那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种族 这些种族和我们相比是那么的弱小 这个世界就是人界 据我猜想 人界可能就是在那股开天辟地的力量 将我们同魔界分开之时产生的 在人界上的人类和我们神族最为接近 虽然他们没有我们强大的力量 但却有着可以增强的前置 与神族相同的智慧以及类似的外表 这一发现让我非常兴奋 神界虽然美丽 但待的时间长了 天神也会觉得寂寞 我当时就想到人界去经历一番 可是 我却发现我们天神是无法穿破 时空阻隔到达神界的 只有精神力量在一定的情况下 能够传过去一些 在无奈之下 我只能带领着天神们用我们的精神能量帮助人界的各个种族 使他们逐渐发展起来 人类的智慧是非常高的 经过几万年的繁衍生息 在他们的天元大陆上已经成为了最强大的种族 看到人界的繁荣 作为爱好和平的神 我们都非常欣慰 但是 大约在一千多年以前 我们却发现了突如其来的异变 被开天辟地之力分离的魔族也发现了人界的存在 通过精神力的探寻 我知道魔族正在不断寻找着通往人界的办法 出于对他们的了解 我明白 一旦魔族入侵到人界 那必将掀起一番兴风血雨啊 那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 我们毕竟比魔族早发现了人界 了解也更多一些 神魔是有可能登上人界的 但条件是这通往人界的入口必须从人界的方向开通 为了能避免人界的劫难 我族强大的战士天空之神请命转世 前往人界拯救人类和人界的所有种族 所谓转世 就是放弃在神界的身体 将自己的精神力完全注入到人界之中 以一个婴儿的身体为媒介 转为一名人类 天空之神降临到人界后 就是你们所说的神语 神语转世不久 魔界那边也想到了类似的办法 冥王通过他强大的礼 将魔界一个比较强的魔主魂魄压缩 传入人界 通过一名伴兽人的异变 转世成了暗魔神 暗魔神凭借着冥王赋予他的力量 勉强打开了一个狭小的通道 将自己的族人引入了人间 并开始对人界进行屠戮 也多亏他的实力不够 如果那时候他能将通往魔界的入口扩大 那人界早已经成为了魔族的天下 在我们天神的帮助下 神语飞快地成长着 他不断融合着人类和我们天神的能量 成为了人类中的一代强者 在他的带领下 人类的各个种族开始同暗魔一族抗争 暗魔族虽然强悍 但也只不过是魔界中一个很弱的种族 经历了十年之久 神语终于带人将暗魔神异火 逼迫到了现在的死亡山脉处 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 暗魔神不惜牺牲自己数千手下的生命 强行将通往魔界的入口扩大 将强大的魔族引入了人界 神语和人类又怎么是魔族的对手呢 在冥王没有出现之前 人类的英雄们就已经伤亡过半 在危机之时 我当机立断 命令神语牺牲他的神卫 从人界打开了通道 带领着神族大军降临到人界 同魔族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说到这里 似乎能量已经注入完毕 斯雅放下了在阿呆额头上的右手 阿呆眼中清明了许多 随着斯雅的解说 他已经想起了他所叙述的这些事 有些茫然地问道 那后来呢 后来怎么样了 您又是怎么诞生的我呢 神王斯雅那绝美的俏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 叹息一声 道 魔族实在是过于强悍了 虽然我们神族已经在自强不息的刻苦修炼 但在数万年之后的对战中还是处于了下风 在领域的决斗中 我们被逼迫的节节败退 失败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并不是冥王文森的对手 他的冥王剑实在太强大了 我根本无法对抗 但是我知道我是不能败的 如果我败了 冥王一定会带领他的手下占领整个人界 甚至会循着我们神界的入口 将三界一统 为了种族的生存 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正是由于这个决定 才成功地将魔族打退 是人界重新恢复和平 而神宇也利用了按摩神的身体 在我的帮助下彻底封印了那个魔界的入口 我知道魔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为了能让人类快些强大起来 我命令神宇在人类大陆上建立了神圣教廷 将我们天神的能力传于人类 以便应付魔界的下次入侵 这就是被人类们称为千年大节的故事 而你就是在这个故事发生后的一百年诞生的 说起来你的诞生我真的很意外呀 是妈妈不好 让你受了那么多的苦 阿呆心中生起一股莫名的剧痛 颤生道 告诉我 告诉我我为什么会诞生 告诉我 其实他心中已经想到了什么 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 神王的泪水再次流下 喃喃地道 是因为我 我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 为了神族的繁衍 在快要败在明王手下之时 我做出的那个大胆的决定就是 将自己献身给明王文森 听到这句话 阿呆仿佛受到重创似的缓缓化道在七彩祥云之上 全身剧烈地净乱着 神王思雅仿佛没有看到阿呆的样子似的 如梦似幻地说道 在神 我二界刚刚诞生之时 我和文森的关系本来一直都很好 我也知道 他心中一直都在爱慕着我 他之所以一直想带领魔族将我们神族征服 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征服我 在我眼看就要被他打败之时 我对他说 如果他肯放弃这次对人类的侵袭 我愿意献身给他 当时文森的样子 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 他错愕地看着我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心情忐忑地面对着他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才再次问他 愿不愿意接受我这个条件 文森很凝重视地点了点头 就在那个交战的领域中 我将自己的身体完全奉献给了他 试完之后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他告诉他的族人 已经败在我的手下 带着魔族的大军从入口处撤离了 当时的我 自己都不明白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虽然文森亵渎了我的身体 但我心中却兴不起一丝对他的恨意 直到现在 我都不后悔 因为 作为神族之王 我必须要捍卫我的族人 即使付出自己的尊严 说到这里 斯雅的泪水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似的 不断地洒落着 在那次大战结束之后的第十年 我突然惊恐地发现 我竟然怀孕了 像人类一样怀孕了 要知道 我们神族和魔族主神都是不可能诞生后代的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怀孕 我当时很害怕 但是 我又不忍心摧毁这个小生命 我假借闭关之名 独自静修百年之久 终于成功诞生下了我与文森的孩子 那个孩子 就是你 你的父亲 就是明王文森 而你在神界时的名字 叫做曼多恩 死神曼多恩 不 阿呆痛苦地大喊着 无数黑色的积电围绕着她的身体不断的肆虐 使整片七彩祥云激荡起来 斯雅轻叹一声 双手一圈 光云重新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在她的神力注入下 阿呆渐渐恢复了正常 不再静卵了 只是她眼中却充满了迷惘的神色 斯雅将阿呆搂入自己怀中 黯然道 你还是一样 和当初知道这个消息时 一样不能接受 是啊 作为神的一员 却有着魔族的父亲 你又怎么能轻易接受呢 是妈妈 对不起 是妈妈的错 才让你如此痛苦 我真的希望能把你的痛苦施加在我身上啊 阿呆似乎平静了下来 伊威在斯雅怀中淡淡地说道 妈妈 您继续说下去吧 我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恢复 您继续说 斯雅点了点头 道 神族男女 都有着极为英俊或者美丽的容貌 而你降生后却和别人不一样 你并没有继承我和文森的容貌 反而长得很平凡 就是你现在的样子 很平凡 但是 骨子里却透出一股与众不同的气质 毕竟 你是我和文森的孩子 在三界之中 我们是最为强大的 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渐渐显示出了你过人的能力 不论是什么样的神迹 你都能最快的领悟 不过一百年的时间 你就已经将自己的神力炼至了瓶颈 成为了神族忠实力仅次于我的存在 妈妈那时候真的很欣慰 有了你这么个强大的存在 我们神族再不用惧怕魔族了 但是 你的诞生毕竟突然 除了四大天使长早已经被我告知之件事 并得到他们的谅解以外 其他所有的天神都在怀疑你的身份 你的神力虽然是充满神圣气息的 但是 却是黑色的神力 这是神族中从未发生过的 在种种质疑声之中 你按捺不住跑来问我自己的身世 那时候 你已经长大了 我决定告诉你 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原谅 于是我把所有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轻轻的抚摸着阿呆黑色的长发 斯雅继续说道 你从小性格就很孤僻 不愿意接近其他人 其他天神也不愿意接近你 当你听完我的话以后 顿时暴怒了 根本不听我的解释 你质问我 为什么要把你生下来 让你受其他天神的侮辱 还质问我为什么要委屈求全 可是 你让我怎么回答你呢 我的心那时候真的好痛好痛 你跑了 猛地跑了出去 你在神界大喊着 不断地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悲愤 我追了你出去 那时候 我突然发现 你竟然还有着另一个不可思议的能力 那就是可以自如地来回于神 人 魔三界 为了证明你天神的威严 你不顾我的阻止 毅然通过人界冲往了魔界 由于三界中的阻隔 我根本没有办法去追你呀 随着你的离开 我的心都碎了 只能将自己的精神烙印释放在你身上 跟随着你 注视着你 在愤怒之中 你的实力又有所提升 甚至已经接近了我和文森的境界 你依然冲入了魔界 给魔界带来了一片血雨腥风 不论见到什么样的魔物 你都会大开杀戒 仅仅几天的时间 魔界就被你搅得鸡飞狗跳 大量的魔界生物在你强横的黑色神力下死亡 你一往无前的冲击着 终于 在通过十八地狱魔关后 闯到了明王文森的领地 文森虽然也很惊讶于你的黑色神力 但当他知道你是神界中人 又有这么强大的实力之后 决定亲自动手消灭你 他也明白 如果你和我联手的话 他必败无疑 你就更不用手了 在一见到文森时 就像他发动了毁灭性的攻击 那场战斗是毁天灭地的 虽然你们是在领域之中争斗 但是却依然给魔界带来了不小的灾难 甚至连文森的明王宝都毁掉了 孩子 你还记得你自己的神底是什么吗 是死神 是当初我根据你的神力而赐予你的 是啊 死神 你真的给魔界带来了死亡的灾难 经过三天三夜的拼斗 虽然你已经超水平发挥出自己的权力 但因为实力的差别 你还是败在了文森手下 你的肉体近乎被他完全击毁了 而他也受到了重创 整只右臂被你用死神的镰刀斩断 连带着明王剑被强大的神力传入了人间 在神界观战的我和众神都深深的被你的实力所震撼了 你竟然不顾自己的生命企图同文森同归于尽 我真不知道那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唉 到了最后关头 眼看着你就要彻底死亡了 你都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世 没有告诉他 其实你是他的儿子 我知道 你是在为自己的身世感到耻辱啊 为了能救你一命 我拼尽全力通过精神烙印向你呐喊着 让你回来 或许是临死前的觉悟吧 你在文森向你下最后一次杀手之时利用精神烙印爆发的能量瞬间把自己传送回了神界 你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你对神界的忠诚 再没有谁敢说三到四 但是 你的神力已经完全耗光了 精神烙印也受到了那么大的伤害 虽然我和四大天使掌用尽了全力 但却仍然无法拯救你的生命 幸好 你的精神烙印非常强大 强大到已经超过我和文森的境界 虽然肉身已灭 但精神仍在 经过数百年的修复 我终于把你的精神烙印完全归龙里顺 为了能让你获得新生 也为了能挽救人类大陆的第二次浩劫 我用神力帮助你的精神烙印转生到了人间 转生到了那个寒冷的小城之中 因为是封闭了你全部的记忆的转生 所以那时候的你显得有些痴痴呆呆的 后来随着你的能力不断增强 智慧才逐渐恢复了一些 看到和在神界完全不同的一个你 妈妈真的很欣慰 转生成人类的你 变得是那么的善良 或许是因缘集会吧 你竟然拿到了当初被你自己亲手打落人间的冥王剑 冥王剑是非常邪恶的 在你使用它的过程中不断地侵蚀着你的身体 终于在你与杀手工会的对抗时 邪恶之气发作了 那次你真的很危险 一旦你在人界的肉身死亡 就算是我 也没有办法救你 幸好 那时候你身边有个姑娘 就是叫灭凤的那个姑娘 她虔诚的银场竟然打开了一道通往神界的裂缝 虽然非常微小 但已经足够了 我催动自己的精神烙印 即使赶到你身旁 帮助你提升了精神能力 靠你自己的力量 终于成功地化解了危机 我的孩子啊 虽然现在你已经恢复了记忆 但是你在人类世界发生的一切都不会忘记 你现在虽然仍是死神 但应该是善良的死神了 阿呆显得异常沉静 挣扎着从神王思雅怀中站了起来 淡淡地说道 妈 现在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您怎么能及时赶到这里救我 思雅看着神态似乎恢复了从前的阿呆站到她身旁 道 当年经过我们的研究 以神圣之力为媒介 在大陆上留下了一段咒语 凭借这段咒语 可以开启从人界通往神界的入口 但是开启的咒语因为需要庞大的能量 必须要一个修炼神圣魔法的人类奉献出生命才可以 在你们危急的关头 本代教皇燃烧了自己的生命 成功地将入口打开了 我们才能及时赶到 阿呆全身一震 喃喃地说道 教皇 他已经死了吗 他是为我而死的 思雅柔声道 孩子 你不要想得太多 虽然他已经死了 但我已经收容了他的精神烙印 等一切都结束后 他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在我的帮助下重塑肉身 恢复在人间的生命 另一个选择就是生入神界 成为一名天神 他为了和平奉献如此之多 我们又怎么会搏待他呢 阿呆缓缓地点了点头 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放心了 月月呢 月月怎么办 他的灵魂被冥王收取了 我们还有机会救回他吗 思雅点头道 机会是有的 不过比较困难 文森虽然将月月的灵魂收取了 但是他还来不及吞噬 只要我们能将他们打败 就能抢回月月的灵魂 让他重新恢复心生 可惜现在我的神力耗损过大 否则咱们母子联手 一定能打败文森的 你还记得月月吗 她本是我们神界的梦与幻境之女神 她的原名叫罗琳 是神界最强大的十二主神之一 当初在神界之时 她是众神中唯一不会嘲笑你的 虽然你没有英俊的容貌 但她一直暗暗地喜欢着你 但由于你的性格孤僻 始终不愿意与她接近 当你从冥界回来重伤将死之时 罗琳为你不知道留下了多少泪水 在我决定把你投往人间后 她依然决定随你一起转世为人 她对你真的很好 不要辜负了她 在命运之线的牵连下 你们在人界终于走到了一起 阿呆的神情微微波动了一下 平淡地看向斯雅 淡淡地道 你的神力耗损过大 是因为我吗 斯雅摇了摇头 道 不是的 在这千年时间里 我想出了一个暂时禁锢魔族的咒语 凭借这个咒语 我已经暂时将文森和他的手下完全禁锢住了 但是 这个咒语也需要耗费我大半的神力 所以现在的我只有一小半的功力 根本无法和文森去对抗 禁锢结界已经快要被文森冲开了 我们的时间不多 只要你能抵挡上一阵 当我神力恢复之时 我们就能将魔族击退 阿呆凝重地点了点头 道 来吧 妈妈 将我的神力还给我吧 你不要插手 我要和文森决一死战 即使我失败了 死在他手上 他也不会再成为神界的威胁了 已经几百年过去了 该是我们了结这段恩怨的时刻了 不要劝我 我已经决定的事就不会更改 妈妈 如果我死了 希望你能把罗琳的灵魂抢回来 帮助他重新升入神界 并且告诉他 不要以我为念 我是不值得他爱的 神王思雅全身一震 凄迷地道 孩子 你这又是何苦呢 难道 你和文森真的要死一个 才能结束这场争斗吗 阿呆没有回答 冷冷地说道 妈妈 把我的神力给我 你不是说了吗 时间已经不多了 难道你想看着你那些族人死在冥王手里吗 斯雅眼中充满了复杂的神色 作为神界之王的他知道 此刻 神界需要的就是阿呆纳强大的力量 作为死神的他 本就有着异常强悍的能力 经过在人界的洗礼后 他又达到了人间最强大的修为 这神 人二界的能量相加 他的功力确实应该不在冥王之下了 一咬牙 沉重地点了点头 道 好吧 不过 你一定不能意气用事 时刻要以自己的生命为重 阿呆缓缓闭上了眼睛 轻叹道 妈妈 你知道吗 你的责任感实在是太重了 为此 你放弃了许多许多 给我吧 听了阿呆的话 斯雅全身一震 喃喃地道 谁让我偏偏是神族之王呢 孩子 护住你的元神 我要开始了 以神王的名义 时空的巨轮呢 请把封印的能量展开 镰刀之舞 岁月之痕 耀天之铠 死神之位 随我的指引降临吧 随着神王斯雅的咒语 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黑洞如漩涡般剧烈地转动着 那庞大的能量不断吸扯着周围的光云 突然 一道黑色的光芒骤然从黑洞中激射而出 精准地命中在阿呆头顶上方 阿呆张开双臂 将自己的身心完全开放 迎接着这原本自己的能量 黑色的光芒骤然闪亮 将他的身体完全包裹在内 神王斯雅不断吟唱着咒语 在黑色光芒的包裹中 一个巨大的黑色符号出现在阿呆背后 那个符号是由三根横杠以及一个半圆弧所组成的 在空中交错在一起 庞大的神力从符号中散发而出 巨大的能量连消耗大量神力的斯雅都有些承受不住了 低沉而森冷的声音从黑色光芒中响起 死神的神位呀 归来吧 巨大的黑色符号骤然收缩 猛地冲入了黑色光芒之中 光芒剧烈地扭曲起来 一道道金色的积电不断围绕着黑色光芒肆虐者 斯雅看着面前的黑色光芒愣住了 他也不知道 让自己儿子恢复原有的力量 自己到底做得对不对 人力与神力融合后究竟会产生多大的能量 他一点也不清楚 他现在有些怕 是的 有些害怕了 他既担心儿子在与明王文森的拼斗中死去 也有些担心承受了两种能量的阿呆将文森杀死 连他自己都有些不明白自己的心事了 突然 空中的黑色光芒猛地散开了 全身赤裸的阿呆漂浮在半空之中 在他身上只有神器哥里斯之院和神龙之血还存在着 先前那个黑色的符号印在他眉心之中 正不断地闪烁着 阿呆双臂向两旁伸直 呈十字形漂浮在半空之中 死神的神位已经印入了他的身体 他现在已经重新成为了天神中的一员 第207章父子之战 斯雅突然吃惊地发现 从阿呆小腹的部位中闪现出一团金色的光芒 那团光芒高达九寸 完全是由纯净的能量所组成的 光芒渐渐清晰 赫然正是阿呆的金身 阿呆依然闭着眼眸 他沉声吟唱道 归来吧 我的死神之楷 无以死神之明命令 融合 黑色的光芒再次出现 围绕着阿呆的身体快速地旋转起来 那个透体而出的金色光芒骤然闪亮 金芒瞬间被黑色光芒吞噬了 阿呆的眉宇间流露出一丝痛苦的神色 似乎在挣扎着神魔 终于 经过了将近十分钟的时间 他的眉宇重新展开 一块厚实的胸凯发出 钉的一声轻响出现在阿呆胸口部位 紧接着 无数细小的铠甲在空中纷纷组合 一块接一块地镶嵌在阿呆完美的身躯上 这 就是死神的铠甲 阿呆原本的铠甲 不 应该说是死神曼多恩原本的铠甲 这是一套全身铠 头上是一个如同弯月般的头盔 头盔是整套铠甲中最主要的部分 也就是神王先前咒语中的岁月之痕 而这套铠甲还有一个称谓 名叫耀天之铠 铠甲是由一块块细小的能量所组成的 这些能量都是当初在神界时阿呆用自己的心力一点一点打造而成 整套铠甲上充满了阿呆的死神之力 巨大的肩甲向两旁各自延伸出30厘米 一共三层依次下牌 当盔甲完全穿上之时 在阿呆的背后 冲出两只巨大的羽翼 羽翼的形态和神界天使的有几分相像 但却要大得多 羽翼收拢在背后 几乎遮盖了阿呆整个身躯 最为奇特的是 这两只宽大的羽翼竟然是黑色的 看到这死神之意的出现 斯雅知道 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阿呆已经重新变成了死神曼多恩 虽然是自己的儿子 但斯雅却始终觉得他和自己有着一层很深的隔阂 这层隔阂就来自于他的身世 盔甲完全穿好了 阿呆大喝一声 所有周围的黑色光芒完全被他吸收到自己身体内 巨大的神力吸扯的神王斯雅不禁前倾几步才站稳 他清晰的感觉到 阿呆的神力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黑芒完全消失了 斯雅发现在阿呆那原本有黑死神之铠上 每一块铠甲的边缘都变成了金色 这是和以前不一样的 阿呆缓缓睁开如同星辰般的双眸 淡淡地说道 我死神曼多恩又复活了 来吧 我的宝贝 虚空一招 七彩祥云中央出现一个巨大的裂缝 从裂缝中飘落一个长长的兵器 缓缓落入阿呆手中 那是一柄镰刀 死神的镰刀 这有黑的兵器表面上看去没有任何特殊的 长约三米 最前方是长达一米半的巨大镰刀缝纫 在这死神镰刀的身上 到处都镶嵌着和阿呆没心处神位同样的符号 握住自己的兵器 阿呆感觉前所未有的强大 他终于完全恢复了 恢复了当初和冥王一战时的最佳状态 由于来自人界刻苦修炼的能量 他的修为进一步的提升了 而且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提升 那是融合之力 融合了神 魔 人三界的庞大能量 妈 我去了 您在这里好好静修吧 我相信 即使面对冥王文孙 我也未必会失败 我是死神 我是最强的死神 黑色的光芒骤然闪亮 阿呆凭空消失在神王斯雅的领域之中 斯雅全身微微颤抖着 金色的泪水再次流淌而下 孩子 你要保重阿 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都是孽 是我造成的孽 冥王文孙被困在领域中已经有半天了 经过刚开始的愤怒后 他渐渐发现了这个结界的奥妙 这是一个绝对结界 就像守护之界的绝对防御一样 是绝对无法攻破的 这不单单是指从里无法向外攻击 即使是从外面 也无法攻击到里面 这么一个强大的结界可不是任何神器所能形成的 从能量的感应上看 这个绝对防御结界应该是出自神王斯雅的神力 支撑这么一个绝对结界需要的能量之大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即使是斯雅也必定耗费了大量的法力 文森心中有些疑惑 他这不是引阵止渴吗 这个结界必然不会支撑太长时间 一旦结界消失 恐怕本就实力要弱一些的神族更无法与自己抗衡了 想到这里 文森喝止了仍在攻击结界的众魔主 平静地等待着 静观其变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结界能量越来越弱 在七彩结界外的神族们都流露出焦急的神色 正在不断集中神力 似乎只要结界一消失就立刻发动攻击式的 冥王文森冷冷地说道 大家注意 一旦结界消失 立刻全力扑杀神族 一个不留 是 冥王大人 这些魔主们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他们早已经垂涎于人类这美妙的家园 只要消灭了这些实力比己方弱小一些的神族 那三界就完全成了他们的地盘 恶魔们完全兴奋起来 各自凝聚着自己的魔力 准备给众神以雷霆一击 终于 绝对防御结界的能量再也支持不住了 光芒骤然暗淡下来 文森摸向自己胸口的铠甲 深邃的眼眸中寒光四射 只要这最后的防御能量消失 就是他们和神族决战之时 正在这个时候 在神族与魔族的中央突然亮起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无比澎湃的力量将包括四位大天使长在内的神族们推得接连后退出时不知远才停了下来 黑色漩涡的突然出现 文森第一感觉来的是自己人 但是当他感受到那庞大的能量时心中不由的一领 虽然这黑色的光芒和魔界的黑暗能量有些相像 但如此强大的能量在魔界中除了他以外还没有人能拥有 而且这庞大的能量虽然是黑色的 却蕴含着神圣的气息 眼中闪过一丝精芒 文森脸色微变 有些失去镇静的道 死神曼多恩 森冷的声音从漩涡中响起 不错 是我 没想到明王大人还记得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神 黑色的漩涡般能量骤然减弱 身穿要天楷 手持死神镰刀的阿呆出现在神魔之间 他全身散发着异常强烈的黑色光芒 那庞大的气势让明王文森不禁心头一颤 对于这个劲敌 他一直都是身为忌惮的 在神界中 除了神王思雅以外 就属死神曼多恩能值得他注意了 看到阿呆的出现 明王文森眼中流露出骇然之色 瞬间中他明白了一切 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啊 原来你竟然是曼多恩转世 看来 我真是错了 如果刚才我先杀了你 恐怕就是神王思雅也无法恢复你的神位 曼多恩 你的命很大呀 到现在都没有死 看来 当初我下手还是轻了许多 我以前听说 你在神界过的并不是很愉快 作为异于常神的强大生命 你又何必委屈自己呢 这样吧 只要你改投我魔界 我就让你坐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宝座 如何 面对强敌 文森的大脑已经恢复了冷静 他清晰的感觉到死神曼多恩对他产生的威胁是那么的巨大 一旦自己和曼多恩动手 再加上神王思雅的话 恐怕今天未必能够讨好 为了最后的胜利 他不得不出眼笼络阿呆 在阿呆背后的四大天使掌听了文森的话 同时惊呼道 不可 在众神中 只有他们知道神王的安排 自然也明白死神对于神族的重要性 阿呆没有回头 冷冷地冲文森道 我们之间的仇恨并不是能够轻易洗刷的 我身上的耻辱都是你带来的 月月的灵魂是你摄取的 我们之间除了战斗 再不会有什么存在 来吧 看看今天你的冥王剑是否依然能够取我性命 我的镰刀真是很想你呀 你可要小心了 如果被我用镰刀剖开你的胸膛 即使你是魔界之主 也不可能存活下去 文森脸色一变 他明白今天是不能善了了 冷声道 好 既然如此 就让我们当着所有高级的神族和魔族面前决一死战 魔族听令 在我和死神满多恩之间没有奋出胜负之前 谁也不许出手 他下达这样的命令是有目的的 一旦和阿呆之间的战斗占不到什么便宜的话 至少还可以让魔族全身而退 不至于被神族剿灭 绝对防御结界已经完全消失了 神族和魔族不约而同的向领域的后方退去 他们都知道 一旦阿呆和冥王交手 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联合所有众魔和众神的力量 他们分别不起一个巨大的结界防御 阿呆和冥王的胜负关系到整个神族和魔族之间的胜负 这代表着三界最强大力量的战斗使所有的神魔都紧张起来 阿呆和冥王漂浮在半空之中 相隔百米凝望着对方 冥王拍了拍邪龙哈尔巴音克的独角 道 你也退后吧 这不是你所能承受的力量 哈尔巴音克巴布的冥王如此说 赶忙拍打着自己的翅膀飞身后退 进入了魔界众恶魔的结界 冥王文森淡淡地看着阿呆 道 其实 我真的不明白 神界为什么能够出一个像你这么强大的神体 当初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你将是我一生中除了嘶哑以外最大的敌人 看来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今天将是我们决一死战之期 你在人界时也曾经拥有过我的冥王剑 冥王剑法是我威力最强大的绝学 除了对斯雅的战斗以外 你是另一个值得我使用这套绝学的神族 来吧 今天就请你再次品尝吧 冥王一闪 天 地 动 如梦似幻的蓝色幽芒骤然闪亮 冥王在黑色翅膀的增速下从阿呆身前一闪而过 两人在空中换了个位置 由于速度过快 当他们完全静止时 空中才发出钉的一声 一圈巨大的冲击波从刚才他们交手的位置骤然绽放 瞬间弥漫到领域中的每一个角落 神 魔的结界都受到了一定的激荡 在冥王刚才发起攻击的时候 阿呆已经抬起了自己的镰刀 用镰刀的锋刃化解了冥王的攻击 这第一下交手 他们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阿呆心神一动 不禁想起当初在冥王剑剑囊中那张书写着奇异文字的羊皮 恢复了记忆的他已经回想起羊皮上的文字 那文字是本来就有的 是对冥王剑来历的解释 冥王剑之所以强大 那是因为他凝聚着冥王接近一半的功力 是冥王用自己的心血和背后翅膀上的骨骼铸造而成的 其中蕴含着冥王邪恶的鲜血 所以才能够充满邪气 冥王剑确实强大呀 是比自己死神镰刀高一个等级的神器 看来今天自己要想战胜冥王 就必须不惜性命的硬拼才行 想到这里 阿呆展开背后的黑色羽翼 缓缓转身面对着冥王 此时冥王也转了过来 好 曼多恩 你确实又强大得多了 足以成为我的对手 小子 不论今天我们谁胜谁负 都将是神 我二族自开天辟地以来最强的一次交锋了 冥王在闪鬼 神 精 邪恶之气明显增强 冥王剑在冥王手中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 那庞大的邪恶之气 顷刻间笼罩向阿呆的身体 树道幽蓝色的光芒 带着庞大的能量向阿呆次来 阿呆眼中寒芒大圣 双手握住死神镰刀 连带腰背之力 将镰刀整个抡了起来 在空中画出一道巨大的光弧 向明再闪迎去 巨大的黑色光刃 将明再闪带起的所有幽蓝色光芒 全都笼罩在内 轰然巨响声中 阿呆和冥王的身体同时被震的向后飞退 两人的铠甲都亮了起来 近乎同样的黑色光芒大放 只是阿呆护体的黑色光芒中 还蕴藏着一层暗金色 冥王画刃斩 立 绝 幽蓝色的巨大光刃骤然朝阿呆劈去 阿呆没有退缩 他反其道而为之 依旧是双手握住死神镰刀 从下向上画出一道黑色的光弧向明展迎去 在光芒的闪耀下 阿呆和冥王身上的铠甲不断地流转着强烈的能量 凭借超越主神的修为 阿呆清晰地看到冥王剑上那一个个闪亮的符号 他宛如和冥王文森一体式的 轰 两人再次应声抛飞 只是这次冥王并没有再给阿呆喘息的机会 冥王分身影 五 近 冥王突化分身无数从四面八方朝阿呆涌来 虽然穿着要天神铠 但阿呆还是能感受到冥王剑上那足以致自己与死地的庞大能量 到了此时 已经是他该发挥出自己全部能量的时刻了 如同星辰般的眼眸变得像冥王般深邃 死神镰刀收回 阿呆的身体快速地旋转起来 死 神 收 割 魂 破 散 旋转着的阿呆宛如一个全身长满黑色利刃的怪物一样 不断地将冥王扑来的分身一个个绞碎 空中不断爆发出一串串澎湃的能量 巨大的冲击波不断侵袭着神 我两足部下的结界 使他们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着 唯恐被这无比强大的冲击波渗入 人分 阿呆和冥王分别出现在领域中央的两旁 他们的呼吸都显得有些急促 在阿呆的右肩铠甲上出现了几道深深的痕迹 而冥王文森的腰部铠甲上也多了一道交叉的印记 两人在空中僵持着 都在催运自己的修为 化解着对方攻入体内的能量 从这一击上看 阿呆比冥王多中了对方两剂攻击 但是 阿呆消化冥王剑的邪气显然要比冥王文森消化他的神力快 所以虽然他受伤稍重 但两人却几乎同时恢复了正常 冥王那邪意的面旁上挂上了一层冰霜 双手各自伸出拇指和食指捏着冥王剑的剑柄和剑尖 他清楚地知道 面前的死神曼多恩已经完全达到了和自己同一境界的水平 今天即使要胜他 恐怕也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阿呆的眼眸中没有丝毫情感流露 他的精 气 神似乎完全都放在了手中的死神镰刀上 那庞大的黑色神力在他的凝聚下不断地提升着 他眼中蕴含的澎湃杀意充满了霸气 看来当年的一幕又要重演了 小子 我豁出今天不消灭神族 也要将你毁在这里 我绝对不会饭同上次同样的错误了 阿呆并没有因为冥王冰冷的杀鸡而有丝毫的屈服 淡淡地道 那就来吧 看看你有没有将我葬送在这里的本领 几乎同时的 两人的气势骤然提升 经过了先前彼此间的试探 真正的拼斗就要展开了 随着气势的提升 冥王剑上蓝芒大放 在纳忧蓝色的短刃上 如同咒服一样的纹路 仿佛是一个个恶魔的头像一样 冥王将冥王剑举在自己眼前 剑身上的蓝色光芒更加强盛了 顷刻间将他的身体包裹在内 随着冥王剑真正的威力被引动 冥王文森的眼眸已经变成了暗红色 眼中红芒大放 他凝视着面前的剑刃 如同梦一般轻声道 冥王归相遇 出 现 一股滔天的怨念 从冥王那暗红色的眼眸中点射而出 猛地照耀在冥王剑那幽蓝的剑刃上 剑刃上的各种怪异纹路仿佛活了似的 一生生凄厉的嘶吼若隐若现 在神 我二族共同作用下的领域突然暗了下来 阵阵阴风不断地飘荡着 大片的暗蓝色光芒将阿呆和冥王同时笼罩在内 不论是天神还是恶魔 都感觉到了异常强烈的恐惧 冥王剑上蕴含的冤魂似乎在向他们招手似的 决战的前奏 冥王剑法第五是冥玉降临了 阿呆当然知道冥玉是名字九绝后五招的基础 当冥王开始发动冥王剑庞大的邪恶之力时 他也动了起来 死神镰刀在他的催动下如同梦幻般的不断飘荡着 在空中带起一道道墨绿色的光芒 光芒如花朵盛放一般将他的身体笼罩在内 黑色的神力开始发生变化 墨绿色的光芒映照着阿呆的面庞 使他显得那么诡异 冥王剑产生的制邪之气不断从四面八方冲击着阿呆的防御 但一遇到那墨绿色的光芒却如冰雪般的消融了 并不能对阿呆造成什么伤害 阿呆依然在不断地挥舞着手中的巨大镰刀 墨绿色的光芒始终保持在他身体周围五米的范围之内 这正是他当年在神界自创的绝学 死神镰刀之舞 有瞬间提升自己能力并且阻隔一切邪恶入侵的功效 同名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看着阿呆轻松地抵挡着自己的制邪之气 明王文森不禁生起一种奇异的感觉 他从阿呆身上的冷静仿佛有看到了刚刚诞生时的自己 那时候自己也像他一样有着冷静的头脑和绝世的神力 凭借着冷静和强悍将整个魔族都收拢在自己身边 任何人对自己的命令都只有服从 是的面前这个神族的少年也有着那样领袖般的特质 由于气机牵引 明王的心神分散顿时被阿呆发掘了 挥舞的镰刀猛地停了下来 高高地举过头顶身体虚幻般向明王冲去 冷冷地道你也接我一招死神绝想之审判的镰刀 死神镰刀在那墨绿色的能量下无限地扩大了 仿佛要开天辟地一样带起巨大的光刃朝明王文森斩去 当年凭借这一招 不知道多少魔戒高手死在阿呆手下 事隔800年审判的镰刀再次出现了 在阿呆身体前冲的刹那 文森已经从回想中清醒过来 心中暗骂自己 怎么能在这种时刻分身呢 尤其对方又是实力接近自己的强大敌人 但主攻的优势已经失去了 顾不上后悔 手中的明王剑脱手而出 漂浮在身前 双手虚幻般地变化出一个手势 明王剑剧烈地震战起来 一画二 二画四 四画八 转瞬间化为无数蓝影漂浮在他面前 名誉中的邪恶之气陡然大胜 这无数明王剑带着异样的尖笑声骤然向阿呆 攒射而去 文森依旧保持着幻化出的手势 冷冷地喝道 明王绝杀万 剑 斩 正是明王剑法的第六招 也是最后的明王绝杀四招的起手势 明万斩 阿呆仿佛没有看到那无数幽蓝色的剑影像自己展来似的 依旧双手紧紧地握着死神镰刀的长柄 在一往无前的气势中审判的镰刀降临了 那庞大的墨绿色能量仿佛具有着漩涡般的稀扯粒式的 当那无数明王剑距离阿呆的身体还有三米之时 都如同海纳百川朝那墨绿色光刃冲去 绚丽的光芒一团团亮起 剧烈的轰响声震的阿呆和明王都不禁皱起了眉头 审判的镰刀每击碎一道明王剑时就会缓上一缓 墨绿和幽蓝两色在空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阿呆眼中寒芒大放 阿 她怒喝出声 死神镰刀上那无数死神的神卫符号骤然闪亮出耀眼的金光 将那墨绿色的光刃染上了一层金色的光彩 审判的镰刀威势大胜 竟然一举突破了明万斩的剑目朝明王文森斩去 明王文森心中大惊 当年他正是凭借明万斩之野招粉碎的审判镰刀娃 而且那时还清创了阿呆 可是今天的阿呆竟然凭借审判的镰刀突破了明万斩 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在危机之中 文森身上的范拉摩凯骤然亮了起来 一团深紫色的光芒将他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 文森背后的黑色翅膀骤然向前收起 将全身完全包裹在内 宛如轻飘飘的叶子般消失在明玉之中 阿呆的死神镰刀并没有因为文森的消失而收回 依旧一往无前地斩了下去 半空中响起一声如同雷鸣般的轰响 阿呆身体随着镰刀的灰激化落到明玉的另一侧 由急速变为静止 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 没有任何突兀 明王身影再现 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了 那对黑色的翅膀完全断裂了 身上的范拉摩凯从右肩一直到左肋出现了一道触目惊心的巨大伤痕 但范拉摩凯毕竟是顶级神器 虽然有所破损 但还是勉强防御住了死神镰刀的威力 翅膀被断 明王已经受到了不清的创伤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大意和轻敌所引起的 明王剑已经回到了他手中 可是 他已经没有了先前那样强大的气势 为什么我已经使用魔宗潜藏 你却还能斩到我的身体 文森忍不住问道 阿呆缓缓回过身 淡淡地道 你的魔宗潜藏不过是个笑话 在我死神的镰刀面前 没有任何瞬间移动能够快得过他的光刃 文森的面旁变得有些扭曲了 恨恨地道 好好好 没想到我居然会先伤在你手中 小子 就算你今天死在这里 也可以自豪了 魔界之力呀 沸腾吧 在阿呆吃惊的注视下 文森身上范拉摩凯的伤痕迅速地消失着 就连他背后那对翅膀都在瞬间重生了 明王的气势重新恢复 甚至更远超先前 眼中的暗红色光芒骤然爆发 明王剑上的邪恶之气强盛到了极点 这一切都只是瞬间发生的 阿呆根本做不出什么反应 好不容易占据的上风就这么消失了 别忘了 我毕竟是一介之主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战胜我吗 你错了 凭借我统治的魔界所汇聚的能量 除非你一击毁灭掉我的精神烙印 否则我是永远不会真正受创的 去死吧 明王绝杀千 浪 鸡 明王的身体再次消失了 在黑暗的名誉之中突然出现了大片蓝色的海洋 纳幽蓝色的海浪高高升起 前赴后继的朝阿呆扑来 800年前 阿呆曾经在这朝上受到了重创 再次遇到明浪 他心中不由地生起一丝惊慌之意 突然脑海深处亮了起来 一幕永不会忘记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 阿呆 这片礁石中有一块特殊的地方 那是天然形成的 海浪在经过其他礁石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冲击力 我在那里立了一根大木桩 待会儿 我会把你绑在木桩上 手臂我不绑 你要按着我教你的运气之法 将体内的真气化为斗气 不断地和海水形成的冲击力对抗 尽量不让他撞在你身上 明白吗 这样既可以锻炼你的身体 又可以修炼生生觉 你今天的表现让叔叔很失望 你知道吗 以你的功力应该完全可以坚持住两个小时 根本不应该这么狼狈 你忘了我教过你什么吗 随高山崩于前而不色变的心理状态哪里去了 只是被海浪一冲 你就什么都忘了 开始的时候浪费了太多的功力 而且你以为凭你现在的水平就可以和海浪对抗 将它们压下去吗 你发出的斗气那么分散 怎么能抵挡住海浪的冲击 如果是透点一击呢 最起码可以将冲向你自身的海浪挡住 还能节省功力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今天就到这里 记住 必要三分收七分发 这样当你第一击结束之前 第二击的力量就已经蓄满 才能做到生生不息 循环往复的程度 欧文那慈祥的声音不断在阿呆耳边响起 回想着欧文的慈祥 阿呆的心中微微一暖 透点一击 三分发七分收吗 这两句话完全点醒了 已经恢复智力 绝顶聪明的阿呆 明浪那庞大的能量 已经就要冲击到面前了 阿呆飘身飞退 眼中寒芒大放 死神的镰刀再次变成了巨大的光刃 七成神力集中到这死神的镰刀之上 在刻意催动下 死神镰刀的锋刃上 墨绿色的能量骤然收缩 背后那黑色的羽翼展开 阿呆双手一震 压缩后的光刃骤然展出 顿时将扑面而来的第一层冲击化解了 由于是透点攻击 阿呆并没有承受这股海浪全部的能量 除了被它展开的缺口以外 其他的幽蓝色海浪都从他的身体两旁划过 虽然看上去威势强盛 但却不能对阿呆造成任何伤害 第二波海浪又冲了上来 这明浪凭借的 就是一波又一波连续的冲击而摧毁对手 但阿呆利用生生斗气的原理 此时已经用那预留的三成神力为媒介重新恢复过来 手中凝结了透点死神之力的镰刀再次挥出 明浪依然被分解了 第二百零八章善良的死神 死神镰刀在阿呆的催运下幻化出一道道墨绿色的神迹 不断和明浪对抗着 任凭对方的冲击多么强猛 阿呆的身体却始终如同一叶孤舟在海浪中跌宕起伏 但却绝不会被那疯狂的大浪所吞噬 在使用这冥王剑法第七招明浪之时 为了能将此招的威力全部发挥出来 冥王将自己的神力与意识完全融入了冥王剑之中 做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所以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阿呆是否能抵挡得住自己的攻击 只是将自己的冥王之力完全发挥出来而已 在他想来 自己已经将魔力提升到了极限 就算不能置阿呆于死地 也必然能让他受到一定的创伤 明浪的威力渐渐消失了 明浴中恢复一片黑暗 冥王的意识和冥王剑分离 拍打着重生出来的翅膀 他催运着体内的神力探寻着阿呆的位置 但是他吃惊地发现 阿呆竟然消失了 就那么凭空消失了 自己甚至无法感觉到一丝他身上散发的气息 文森不禁皱起了眉头 他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虽然他的明浪很强 但在八百年前就已经无法置阿呆于死命了 更何况他现在的修为还提升了呢 又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死去 眼中鸿芒一闪 冥王突然发现了一丝微弱的气息 那是具有神圣能量的气息 只是气息很微小 似乎和阿呆身上的死神之力并不相同似的 但毕竟这是唯一的线索了 背后翅膀轻斩 下一刻 他已经出现在气息散发之处 竟然是一块蓝色的宝石 那菱形的蓝色宝石上呈现着一个金色的符号 以冥王的见识 自然认得出这是一件高级神器 突然 冥王文森突然感觉到一阵心惊肉跳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的 凭借着本能的反应 闪电般向后退去 几乎在他后退的同时 一轮如同弯月般的庞大能量 从那蓝色的菱形宝石中飘洒而出 闪电般朝冥王伸展来 虽然已经下意识地知道自己上当了 但冥王仍然来不及做出太多的反应 无奈之下 只得用神力催动起冥王剑 在自己身前形成了一层厚实的屏障 轰然巨响声中 冥王和阿呆一个是没有防备 一个是蓄意而为 在功力相当的情况下高低力判 冥王用冥王剑布下的结界 在阿呆死神镰刀的怒斩之下支离破碎 身上的范拉摩凯再次救了他的性命 在冥王剑抵御了阿呆大部分攻击力后 范拉摩凯在冥王魔力的注入下 化解了死神镰刀的锋锐 代价是胸凯上出现了一道延伸至腰间的沟壑 冥王的反应非常快 他知道阿呆绝对不会再给自己 让神凯恢复的时间没有任何犹豫的 趁着阿呆死神镰刀从自己身上的范拉摩凯划过 攻势一缓之击 他手中冥王剑上邪恶之气提升到 前所未有的强大程度 抱贺道 冥王绝杀百 轮回 正是冥王剑法第八招 明之轮回 无数蓝色的光弧如龙卷风 一般围绕着冥王的身体快速旋转起来 如果不是阿呆的修为 已经接近了他和神王的境界 但是冥王剑上邪恶之气构成的轮回幻觉 就足以使他心神失守 灵魂被射 但现在的阿呆已经不一样了 他的心神尖如磐石 不是任何精神攻击所能突破的 但尽管如此 明之轮回的威力之大 还是足以对他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毕竟 这名字久绝的第八是有着超越第七世一倍的威力 在八百年前那场拼斗中 冥王就是凭借这一招成功的击破阿呆的防御 将其重创 阿呆当时拼尽全力 燃烧了自己的神石才砍掉了明王的右臂 虽然阿呆的偷袭让明王文森感到很意外 但成功地使出明之轮回 他的嘴角上已经挂上了一丝冷笑 其实 就连曾经掌握明王剑数年之久的阿呆也不知道 明王剑有一个秘密 由于威力过于庞大 当明字久绝使用到第五招名誉开始 顺序是不能改变的 因为 每向后延伸一招 威力就会成倍的增加需要庞大的邪恶之力作为支持 名誉久是要为明万展做准备 而明万展积蓄的邪恶之力又是为明千朗做准备 以此类推 即使是明王剑的创造者明王 也不能打破这个规律 否则 如果明王一上来就使用明字久绝的最后三招 不给阿呆缓气的机会 他早已经引恨在这致邪之剑下了 在明王挥动明王剑产生虚影的时候 阿呆的身体突然爆发出一层黑色的光芒 光芒一闪即逝 阿呆本人并没有发生什么转变 眼看着明知轮回那威力强大的光弧骤然而出 阿呆有些惊慌式的挥舞起手中的死神镰刀 在自己身前步下了一层又一层墨绿色的防御 但是明知轮回那上百道幽兰光芒威力实在太大了 任凭死神镰刀的神力旺盛 却也无法阻挡他那澎湃的邪恶之力 墨绿色的光芒被绞成了粉碎 就连死神镰刀也寸寸断裂 阿呆的身体在那庞大的能量作用下被绞得支离破碎 完全被明王剑的邪恶之力吞噬了 明王心中狂喜成功地消灭掉这个敌人 而自己却没有受到太大的损伤 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美好了 就在他兴奋莫名之际 突然看到阿呆身体完全消散 前脸上挂着的那丝不懈的笑容 遭受到明知轮回如此强悍的打击 他竟然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或者痛呼 看到如此情形 明王心中生起一丝不祥的预感 但是这预感已经来得太晚了 来自九幽般的光刃将整个明玉之内照耀的异常闪亮 因为使用明知轮回消耗过大的明王突然发现 自己的身体竟然被完全锁定了 虽然这只是暂时的锁定 但却可以决定很多很多 由于没有了明王协力的支持 明玉随之破碎 明王闻森重新出现在神 魔领玉之中 他拼尽全力 才在锁定中转过身体 只见面前正是阿呆那无比清晰的身影 他并没有死 他怎么会没有死 明王在心中惊骇欲绝地问着自己 但是什么都已经晚了 阿呆全身的墨绿色光芒 甚至已经蔓延到了整个神 魔领玉之内 就算明王带来的魔主们想救他 此时也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突破阿呆 这已经燃烧了全部神力所布下的封锁结界 死神镰刀在阿呆双手的掌握中 带起一片虚幻之影缓缓高举过头 他的双眸已经完全变成了墨绿色的火焰 文孙 你上当了 燃烧吧 无尽的死神之火 我以死神漫多恩之名 以死神之神力为隐 灭世的死神之吻呢 清泄出你无尽的神力吧 死神镰刀怪异的扭曲起来 前所未有的庞大神力 如海纳百川般朝阿呆汇聚着 身体被锁定的名王文森恐惧地发现 这庞大的神力竟然已经超过了 自己明知轮回的威力 如此之强的攻击 已现在这种情况 即使自己是冥界的主宰 也必然会被彻底毁灭 他想挣扎 可是阿呆的神力已经提升到了极限 而他的魔力还没有恢复过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死神镰刀 那扭曲的光芒越来越强盛 阿呆之所以能够将形势变得如此有力 和他那冷静的头脑是分不开的 在冥王用冥千浪攻击他之时 他利用从当初欧文指点他 批斩海浪时领悟的方法轻易地化解着 因为冥千浪已经无法对他造成威胁 他就在不断地思考 到底要如何才能将冥王彻底地消灭掉 终于在冥千浪快要结束之时 他突然看到了自己胸口处的神龙之血 凭借恢复的死神之力 他将自己的身体完全融入了神龙之血内 迅速地凝聚着庞大的神力 冥千浪结束了 正如阿呆判断的那样 冥王文森发现了神龙之血的存在 并靠近到跟前 阿呆毫不犹豫向他发动了攻击 成功地清创了他的身体 冥王迅速地反映 阿呆早已经想到了 在冥王发动明之轮回的同时 他用出了哥里斯之愿的分身 而他自己则利用庞大的神力 瞬间转移到了冥王的背后 本来 以冥王文森的修为 是应该能够发现阿呆的 但是 消灭眼前大敌的喜悦和 身受清创后魔力的减弱 使他盲目地相信了自己的实力 分身被明之轮回搅碎了 但阿呆也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终于将冥王 这魔界的主宰逼入了绝境 死神镰刀那巨大的光刃 仿佛抽走了领域中 所有的能量式的 在扭曲之中 骤然向冥王斩去 不论神 魔都愣住了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堂堂魔界主宰的冥王 也会有面临死亡的一天 镰刀锋刃幻化出的庞大能量 率先接触到了冥王的身体 范拉摩凯爆发出耀眼的紫芒 他在拼尽最后的努力 想要化解阿呆的攻击 可是 即使是顶级神器的 他也无法化解 已经达到巅峰状态的 死神镰刀之力 轰然巨响声中 冥王狂喷出暗蓝色的鲜血 整套范拉摩凯 在死神镰刀庞大的能量 下化为了尘埃 顶级神器确实非同一般 在爆炸的同时 也将死神镰刀荡起一点 使阿呆的动作微微一缓 在这一缓之际 阿呆清晰地看到了 冥王眼中的茫然 是的 茫然 面临死亡的冥王没有了恐惧 他那双变为暗红色的眼眸中 只有茫然 不论神 魔 只要是神魔二界中的高级生物 精神烙印都在眉心处 只要精神烙印被庞大的能量销毁 就会立刻消失 完全彻底的消失 死神镰刀再次下压 墨绿色的光芒一闪而眉 与此同时 一团七彩色的光芒亮起 神王思雅那绝美的滋容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的神力并没有完全恢复 但是 当他在自己的领域中看到 阿呆像明王文森 斩出先前那一击的时候 却不由自主地催动着自己的身体出现了 没有惨叫 仿佛世间的一切都静止了似的 全部停了下来 所有的神 魔都能清晰地听到同伴们的呼吸声 看着眼前的情景 他们心中都有着一个疑问 明王 他死了吗 统治着魔界的主宰 难道他竟然死了吗 墨绿色的光芒消失了 阿呆那死神镰刀的锋刃硬生生地穿透了明王的右胸 暗蓝色的鲜血顺着死神镰刀的锋刃不断地流淌而下 阿呆似乎完全呆住了 眼眸重新恢复了黑色 他呆呆地看着面前的明王 宛如一尊雕像似的站立在那里 明王文森也呆住了 喃喃地说道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杀我 为什么 文森的心中很乱 不断地回想着刚才那一刻的情景 先前阿呆的死神镰刀目标明明是自己的眉心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他那最后一压之时 自己竟然从他眼中看到了一丝挣扎和一丝光芒 那丝光芒是自己在魔界中从来没有见到的 那 那难道就是人类所谓的不忍吗 他是在怜悯我 可怜我吗 我堂堂的魔界主宰竟然被人可怜吗 不 不 我不要 文森的气息猛地强盛起来 愣住的阿呆在不知不觉中早已经解开了对他的能量封锁 文森的魔力瞬间提升到了顶峰 致邪明王剑爆发出如同太阳般耀眼的光芒 文森怒吼道 我用不着你可怜 明王绝杀无 急 破 明王剑中的所有魂魄似乎都在这一刻燃烧起来似的 所有的光芒突然承受了巨大的压缩之力 原本扩张的蓝芒瞬间归一 明王剑完全变成了黑色 那黑色的剑刃从阿呆的死神镰刀上一画而过 镰刀无声无息地被分成了两段 那黑色的短剑仿佛没有蕴含任何能量似的 骤然朝阿呆刺去 这就是明字久绝的最后一招 明王无急破 使用这招的代价极大 没使用一次 不但会产生无法想象的致邪之力 同时还会燃烧掉明王剑上所吸附的所有灵魂 即使是明王本人想再次使用这招 也必须先利用明王剑吸取至少上万魂魄才可以 明王无急破 利用无数灵魂燃烧所产生的怨念形成的攻击力是无比强大的 就算神王思雅面对此招也只有隐恨的结局 不 要 阿 凄厉的声音震撼着整个神 魔领域 明王全身一震 他清晰地感觉到 这个声音是来自思雅的 那个让自己又爱又恨的神王思雅 伸受重创的他在没有明玉的支持下 本来也只能将明王无急破发挥出三成威力 此时被嘶哑的呼喊声震慑了心神手上微微一缓 身上的伤口产生了剧烈的疼痛 使他不禁意歪 原本刺向阿呆眉心的明王剑意歪 竟然刺到了阿呆的右胸 而且和阿呆刺在他身上的是同一个位置 七彩光影飘飞而至 一只纤细而优美的手急破地抓住文森持剑的右手 用力一拉 明王剑从阿呆又胸处脱体而出 一股蓝金色的鲜血顿时见了明王文森一头一脸 文森愣住了 喃喃地道 他 他的血怎么会有蓝色 天神的鲜血都是金色的 没有任何杂志的金色 对于曾经斩杀无数神族的文森来说再熟悉不过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天神的鲜血掺杂着其他颜色 七彩的光芒骤然亮起 将文森和阿呆完全包裹在内 一脸金色泪水的神王 斯牙猛地将缓缓软道的阿呆搂在怀中 拼命地将神力注入到阿呆体内 在他那无比强大的神力作用下 阿呆终于恢复了一丝生机 感受到儿子没有生命危险 斯牙明显松了口气 神 我二族看到场中的变化顿时动了 魔族唯恐神王伤害到他们已经受创的主宰 而神族则要去阻止魔族阻碍自己的族长消灭明王 顿时 神 我之间的混战开始了 整个领域内不断闪烁着金 黑两色光芒 激荡的气流不断冲击着领域的结界 斯牙凄迷地看着文森 哽咽着道你想知道他的血液中为什么会有蓝色吗 文森全身一震 有些吃惊地看着斯牙 喃喃地道 喂 为什么 阿呆此时已经从呆质中清醒过来 断断续续地说道 妈妈妈 别 别告诉 他 我不想让 他 知道 斯牙轻轻地摇了摇头 慈祥地抚摸着阿呆那黑色的长发 柔声道 孩子 我的孩子 你已经受了太多的苦 这件事是该解决的时候了 是妈妈太自私了 为了神族的延续诞生了你 但又让你受了那么多苦 猛地抬起头 他眼中生起两团一样的光芒注视着明王文森 一字一顿地道 他的鲜血中之所以会有蓝色存在 那是因为 他是 你的儿子 文森全身巨震 师生道 什么 你说什么 他 他 他 不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泪水顺着斯牙的面旁流淌而下 阿呆已经闭上了眼睛 斯牙气道 我也觉得不可能 但这确实是事实 千年之前 我向你妥协 用自己身体换来了神界和人界的暂时平静 后来就有了他 有了曼多恩 他是你和我的孩子 是神王和明王的孩子 文森看看斯牙 又看看阿呆 脸上的肌肉微微的抽搐着 自言自语的道 我 我有一个儿子 我明王竟然有一个儿子 斯牙 你 你一定在骗我 在骗我对不对 斯牙的脸色渐渐平静下来 冷冷的说道 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是我的对手吗 我有必要骗你吗 刚才你和曼多恩交手的情况你应该最清楚 在最后时刻 他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你根本没有机会发出明王无极破 如果他用死神镰刀全力斩你的精神烙印 会出现什么结果你比我更清楚 那时候的他 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 包括我在内 可是 你为什么没死 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死吗 不是因为怜悯 是因为他下不去手啊 你毕竟是他的父亲 虽然你是魔界之主 可是 我们善良的孩子又怎么能亲手是父呢 请客间 文森明白了 一切都明白了 他知道 斯牙说的是真的 阿呆明明是神族 却有着一对黑色的翅膀 明明是神族 却有着黑色的神力 这都是神与魔融合的象征啊 他 他是自己的儿子 是的 他确实就是自己的儿子啊 黑芒一闪 文森猛地从斯牙的七彩结界中冲了出去 全都给我住手 巨大的呐喊声从他口中发出 澎湃的魔力不断向他身上聚集着 死神镰刀留在他身体里的部分掉了出来 文森伸出二指夹住那尖锐的锋刃 身体有些微微的颤抖 七彩光芒收敛 神王斯牙搂着阿呆缓缓地站了起来 他并没有去阻止文森恢复能量 只是淡淡地看着他 在文森那巨大的声音中 神魔们都停下手来 刚刚交手不久 双方还没有出现死伤 文森环视着周围的神魔 冷冷地说道 魔戒所属听令 今天我们已经败了 立刻从入口撤回魔戒 立刻执行 所有的魔主们都惊讶地看向文森 在他们眼中 他们的主宰似乎并没有败呀 为什么会下达这样的命令呢 一名胆子较大的恶魔试探地问道 冥王大人 我们未必会输啊 哇 在幽蓝色光芒之中 这说话的恶魔顿时在冥王见化为了灰尘 文森全身充满了庞大的威势 冷声道 还有谁敢违背我的命令吗 魔主们眼中都流露出恐惧的神色 他们当然知道冥王的手段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纷纷汇集到一起 凭借自身的魔力 顺着死亡山脉主峰上的魔戒入口返回了魔戒之中 众恶魔的离开 顿时让神族一片欢腾 他们本来就是爱好和平的种族 从来就没想过要把魔族赶尽杀绝 只要他们不来侵袭人类和神界 众神就满足了 文森脸上的线条柔和了一些 他缓缓地飘落到阿呆和神王思雅面前 右手一挥 一个无形无色的声音结界 顿时将三人包裹在内 文森轻叹一声 淡淡地道 斯雅 你赢了 我处心几率要成为三界的主宰 但最终还是败在你手下 看来 我永远都无法胜过你了 他的目光缓缓转向阿呆 声音中带有一丝淡淡的慈祥 曼多恩 我一直都将你视为吉斯雅之后最强的敌人 没想到 你竟然是我的儿子 说实话 有你这么个儿子 我感觉到很自豪 你的修为已经不在我和斯雅之下了 我在这里以冥王的精神烙印发誓 只要有你在的一天 我绝不会再带领魔族侵袭人类和神族 文森显得有些疲倦似的 他弯下腰 捡起地上先前被他斩断的死神镰刀长柄 黑色的光芒骤然大盛 在他那强大的魔力作用下 长柄和镰刀的锋刃重新凝结为一体 没有留下丝毫瑕疵 文森叹息一声 双手托着死神镰刀递到阿呆面前 淡淡地道 我今天才知道有你这么个儿子 我从来都没有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 你的兵器你自己收回去吧 我不奢望你会认我这个父亲 只是希望你能不再恨我 有一句话我一直都埋藏在心底 你们知道吗 我是真心爱斯雅的 否则我当初也不会答应斯雅的条件 听了他的话 斯雅全身不断地颤抖着 泪水汹涌而出 阿呆接过镰刀 眼中闪过复杂的感情 低着头道 你走吧 我 我不会再恨你 他没想到 冥王在知道自己是他的儿子后 会做出如此大的让步 面对着自己的父母 他第一次感觉到了亲情的温暖 文孙全身一震不受控制的 两行泪水流淌而下 哽咽着道 谢谢 谢谢你 我的孩子 希望以后我能有机会补偿你吧 光芒一闪 金色的光团出现在他掌中 这是你那心爱之人的魂魄 我还给你了 我和斯雅分别统治着神 我二族 说起来 或许你不相信 我之所以想统一三界 就是想能名正言顺的和斯雅在一起 现在看来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了 孩子 珍惜你的爱人吧 能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是多么的幸福啊 爱 才是永生的 深深的看了斯雅和阿呆一眼 金色光球飘入阿呆手中 文森的身体缓缓向后飘出 空气中留下了他的声音 我的孩子 如果你愿意的话 有机会来魔戒看看我吧 黑芒一闪 冥王文森消失在领域之中 听了他那最后一句话 阿呆清晰的感觉到了文森心中的孤独 在这一刻 近千年以来 他心中的仇恨和屈辱完全消失了 他不再恨任何人 他的心中只有爱 和母亲对视一眼 他小心地用自己残存不多的神力 包裹着玄月的魂魄 他心中的意味方